有一些群聊其实我们可能只关心它的这个红包 就是说它这个群里有没有红包 然后其他的信息其实我们是不关心的 那我们怎么来添加一个 就是只是提醒红包的一个提醒 然后在这个群屏蔽里添加群聊信息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其实要输入一个群里边不存在的这种名称 比如我们输入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出来 然后我们添加允许 然后比如说当别人发消息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就发了两条消息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消息 但是其实它没有发出提醒 然后 好 这是我刚才发的消息 然后如果群里面有人发这个红包的话 看一下 微信红包 好我们可以看见它有这个红包的提醒 就是说 这样的话 我们既不接受群消 群消息的提醒 又可以接受到这个红包的提醒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关于红包的设置 就是说第一个是是否开启红包 第二个是是否只接收群红包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 这种 就是个人的红包不提醒 第三个就是说 当来红包的时候 可以自动跳转到这个 聊天页面 下面是说 这个 这个就是红包的提示语 大家可以看见刚才写的是否一红包 这里就不改了 就是我们可以改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提示语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打开 然后我们再来发一个红包看一下效果 微信红包 好 我们可以看见它一是提醒了这个红包 二十的话 它其实它自己自动的跳转到了那个红包页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就比如说微信 我在这一面我退出 然后我们点击 微信红包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点开这红包 并强调一个 并且能够强调这个红包 存在